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 基本分析和技術分析 我經常都覺得 基本分析和技術分析 就好像金融那本小說 《笑澳江湖》 《劍宗》和《器宗》 兩個派別 其實各有各的優點、缺點、長處和短處 我不喜歡說一觸光就扮一旋人 哪一件事可以哪一件事不行 其實看性格 有些人計算數很厲害 尤其是讀會計出身、讀財務出身的時候 他們一定是偏向基本分析 計算盈利、計算他的PE、計算他的增長率 這些如果是有潛沾性的人 看到之後的盈利一定是可以的 但是有很多人就學了那門套路之後 就算死數 曾經試過我自己做一間上市公司 陪上市公司主席 就給一個分析員見面、interview 他就說你的股票是偏低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你的生意額 應該有這樣的增長 應該利潤就會怎樣怎樣 後來我的老闆等那個分析員走了之後 他跟我說有沒有搞錯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幾年後的生意 能不能接到單 我亦都不知道原材料那些膠粒 升定是跌 那我都不清楚 怎會來一個分析員讓我更加清楚 那這個呢 就是講基本分析有小部分出現的問題 那技術分析呢 也都有它的優點和缺點 有些就是看形態 有些就是看動量 有些就是看平均線 有些是RSI 細節呀 淋淋總總 什麼都有 但是這個很有趣 這些技術指標呢 就是有時有時候成功 有時候成功 有時候成功不成功 那其實技術分析真的是 不可以百分之一百 所有的情形都會獲利 如果那個呢 告訴你得那個呢 那個是騙子來的 只不過那個機會率 有多少成的機會率 它的賠率是多少 還有那個市場每一次的形態都會不同 還有有些大戶是很厲害 專門做一些技術性的陷阱 專門陷阱那幫技術的人 那我經常都說 不要緊的 如果你被人陷阱了 輸了 就是其中一個成本之一 那你要怎樣去修正你的方法 這樣的時候 會是對你的交易 那個成績是有幫助 那今天我想講的技術分析和基本分析 我不是說踩誰或捧誰 只不過說 其實就是按自己的性格 世界上沒有得一條成功的方法 今天想講的基本分析和技術分析 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